Bring the Madness 哈囉我將將今天來改裝這台歐斯洛咽喉 這台也是未來的新車 不曉得什麼時候會上市 那我們就現在試乘一下 沒有改裝的狀態是怎樣的 反正他其實沒有改裝還蠻順的 看看敵人車 這不曉得是哪一台喔 很順耶 過關也很順 撞到 為什麼會這樣 我們先去改一下車好不好 他居然是一台跑車啊 那我們就跳過這個護具啦 這邊也是貓咪耶 煞車改下去會多到哪裡啊 一點點 保險桿的部分 有什麼差嗎 一個是外露的冷卻器 這樣子好了 這什麼 造型嗎 加速已經改到滿了 好啊 這個呢 排氣管 大根的 雙排氣管 打凝板是怎樣 喔他有碳纖維的 這什麼 加點邊框 中間的 要選哪一個啊 我覺得原廠比較好看耶 多一個邊邊而已啊 那 上蓋 引擎蓋 要給他換什麼 三重 油氣孔 這個 動動很多耶 保留原廠好不好 保留原廠 保留原廠 等一下 上 引擎蓋 其他款式好像都不好看 原廠最好看好不好 OK啦OK啦 好那我就先這樣啦 看看其他地方 這個燈 我們先看塗裝好塗裝 所以他有什麼塗裝可以看啊 跑車條文 這個好這個還不錯 簡單的線條啊 是不是 這是 特油 哦這個紅木 啤酒 啤酒 哎呦 他這隻有痛車喔 痛車還不錯 雪碧吧這個 這個圖裝也蠻好看的 藍色 紅色 嗯 要選哪個好啊 這個啊 這個好不好 這個看起來比較精緻的感覺啊 就不用太花俏 車頂啊 車頂的部分呢 保留複色調 好不好 看看這什麼 顏色 搭配黃色也蠻好看的 選個顏色 我覺得藍色比較好看啊 選來選去好像就藍色 紅色跟黃色啊 這個 車頂的顏色換 我們看看裡面的裝潢的顏色啊 內襯的裝潢顏色還是灰色或深色的顏色比較好吧 好 那看一下色群有什麼 色群 嗯 加上這個 純形的尾翼 哦 導流板呢 車子太大擋住了 這個角度好 這個角度好不好 那 這次的尾翼都沒有塗裝啊 這太大根了 炫吊器 跑車吧 車窗 車窗調暗一點 好啦去試測一下 哇哦 不錯呢 等一下我來記錄一下 記錄一下 為什麼 按到什麼 再一次再一次 儲存失敗 好啦我們再開始錄影一下 我要拍封面 好不好那 他是後鏡很強啊 一開始起步的時候是沒有那麼快 然後等一下轉彎 過彎不好轉 會有點打滑這樣 然後起步很慢 你看看哦 他如果開很快的時候 突然要左轉 欸 一插撞 爬坡也很慢 這台運動跑車 好像沒有想像中這麼好 我覺得他不改的時候 好像還比較好開 我動力加速度 這台車很笨重 欸 等一下等一下 我左轉好左轉 右轉差點會滑出去的樣子 OK 那 我們直接闖紅燈啊 欸欸欸欸欸欸 轉彎 不太好控制 我車子擦傷 我去修理一下 我來改一下東西啊 我覺得尾翼 調成原版的 老流版 好不好 對啊 我覺得那個太大了 不太好控制 不曉得實際上有沒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甩尾 欸 欸 我 欸 有有有 欸 敵人車還是撞到了啊 車子太大了 我飛起來飛起來 哇 糟了 這台車 蠻耐壯的 不太好控制 這台車真的不太好控制 直線應該會比較好開一點 加速很快 過彎過彎 過彎 沒 要看出去了 直線塞到其實是要OK啦 過彎的時候可能要放慢速度 超級人生喔 超難轉 OK啦 這影片是要到這邊啦 好不好 下次再見 掰掰